在日本路边摊里烤和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天色渐暗 随着木炭的熊熊燃烧 这家位于日本福冈中央区的小摊车开始搭建了 这家的位置很好辨认 就在日本银行的对面 营业时间是晚上六点半到凌晨两点 摊主是斜山父子 因为搭建需要大约一小时 所以斜山父子先把木炭给烧起来 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搭建好以后正好就是个大公司下班的时候 生意就来了 日本人的习惯是下班以后并不着急回家的 他们会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同事 在这种老式的屋台喝上一杯 吃点小吃 聊聊天话话家常 吐槽一下当天心里的不爽快 斜山父子的摊车主要经营的是炭烤和牛和牛舌 和牛在日本价格还是蛮贵的 大约1300日元一份 其他需要烤制的食物都是在家就准备好的 比如鱿鱼串 鸡肉串 蔬菜就是香菇 金针菇之类的 拿到现场就放在冰柜里面备用 这样会大大提高出菜的效率 关东煮一般也是每家摊车必备的小吃 这时候天黑了 烫火已经烧好了 客人已经在等候了 老邪山一边跟客人聊天 一边烤着牛舌 烫火的温度很高 所以烤起来很快 这时候也有客人点了鱿鱼串 烤和牛的时间不能长 一般两面略烤一下就可以切块装盘了 不过这1300日元的和牛份量也太少了 色牙缝都不够啊 小伙伴你想尝尝看这种炭烤和牛吗 小伙伴你想尝看这种炭烤和牛肉